台南今天凌晨传出死亡车祸 当时一对夫妻载着三名乘客开车行进家里驱使 疑似雨势太大 整台车失控 逆向撞上旁边电线杆 有乘客当场被抛飞出车外 而夫妻俩送一后不幸宣告不治 这起车祸总共造成了两人死亡 三个人受伤 天雨路滑 路口黄灯耗制亮起 一辆黑车已私失控 高速滑到对象 现场剑起大量水花 随后冲撞上电线杆 重极力道猛烈 电线杆被撞歪 黑车卡在电线杆和围栏中间 车体严重扭曲变形 一旁消防伤也被撞断 不断涌出大量水柱 警销货报到场 拿出破坏工具 将车内伤者拖出抢救 后座一名男子右脚被卡住 消防人员爬上车顶 协助脱捆 将人抬到担架 送上救护车 事发在10号凌晨12点多 台南家里去马斗176线道上 当时车上一共5人 一对夫妻载着三名朋友 疑似于事太大 车辆失控逆向撞上电线杆 有人当场被抛出车外 而前座夫妻则是 失去呼吸心跳 车体有严重的变形 到达现场已经押卡 乘客三名都有喷出车体 一名患者右脚卡在后座 后座三个有骨折的现象 夫妻重伤抢救不治 据了解他们当天开车 往麻豆方向 经过酒井加油站 失控自撞电线杆 造成两死三伤的严重意外 失控充往对向车道路间电线杆 正护座驾驶人及乘客等两人 因伤重不治死亡 后座乘客三人意识清醒 送医治疗中 详细造势原因还有待警方釐清 提醒民众雨天上路 务必提高警觉 以免发生不可挽回的汗事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导